大家好,我是Roland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最近特别热的话题 字节跳动把大约1000人的芯片研发团队调整到新加坡子公司 官方说这不是裁员,也不是分拆 而是一次系统上的租户切换 但是很多媒体和业内人士都注意到 这个动作背后可能透露出更深层的战略考量 为什么是新加坡? 为什么这么多科技和半导体企业 都盯上了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岛国 别着急,我们接着往下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9月初,有媒体报道说 字节跳动把约1000名芯片研发员工的组织架构 转移到了新加坡Pickhart的名下 表面上看,员工的合同、薪酬、地点都没变 但他们的归属地却换成了新加坡 与此同时,Pickhart还投资了中国的存储芯片公司InnoStar 用在Pickhart的VR设备里 换句话说,字节在芯片领域并不是玩票 而是真正把新加坡当成一个战略支点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新加坡?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说到 新加坡科技产业的整体布局了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新加坡的半导体链条很齐全 从IC设计、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设备和材料供应都能在本地找到 你可能不知道,新加坡生产了全球大约10%的芯片 而且它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产量 占到了全球的20% 举几个例子 Global Foundries在新加坡有全球最大的工厂之一 年产能达约150万片金元 美光在这里建了Sanding & H&HBM封装工厂 是全球存储产业的重要一环 英飞玲把新加坡定为AI创新中心 还深跟功率半导体和数据中心相关的应用 一句话总结,新加坡就是一个全链条的半导体产业园 企业在这里可以直接打通从研发到量产 第二个方面是新加坡政策和制度的优势 新加坡最打动企业的地方,就是稳定和可预期 这里有低税率、研发补贴、还有PC、DEI这种激励计划 可以让跨国公司放心地把区域总布放在这里 而且新加坡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仲裁方面口碑很好 这意味着,如果你在这里做技术合作 投资并购,风险会小很多 换句话说,企业在这里不仅能赚钱,还能安心 第三方面是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和人才优势 这里不仅有芯片工厂,还有世界级的数据中心和海底电缆节点 更重要的是人,本地大学和科研机构,比如NUS, NTU, ASTAR 都直接参与产业研发 政府还推出TechPass,专门吸引全球的顶尖科技人才 所以在新加坡,你既能找到制造工艺的人才 也能找到做AI芯片架构的专家 产业链的上下游,人才都齐备 第三方面是数据与合规优势 现在所有科技企业都离不开数据和算力 新加坡被公认为是可信数据枢纽 Google、Amazon、Microsoft都在这里建了大型数据中心 这意味着,如果你要做AI,要上云 这里的环境非常合适,而且在合规上更容易被各国认可 除以上四个方面,新加坡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 其一,新加坡是供应链的安全缓冲地带 在中美科技摩擦家具的背景下 很多企业要么担心买不到,要么担心卖不出 而新加坡处在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 既能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技术 又不会完全卷入大国博弈 所以,像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 把核心团队挂靠在新加坡 其实就是在做风险对冲 保证供应链的连续性 其二,新加坡是区域和全球的桥头堡 新加坡不只是一个市场本身 它还是一个通往东南亚六亿人口市场的入口 同时,它还是跨国公司协调全球业务的枢纽 比如TikTok的CEO周寿之常驻新加坡 字节跳动的数据中心也建在这里 这意味着新加坡既是一个前哨 又是一个指挥中心 说到这里,我们再把话题拉回字节跳动 它的芯片研发目前还是以AI推理芯片 视频编辑码芯片,网络芯片为主 在最关键的训练级AI芯片上 它还需要更多外部算力 在这种情况下,把团队和架构放在新加坡 就能借助这里的数据中心 合规环境和全球合作平台 更快地找到突破口 新加坡无疑是一个最佳落点 好,我们今天拆解了字节跳动这一千人团队调整背后的逻辑 结合新加坡科技产业的四大核心优势和两个战略价值 一句话总结 新加坡不仅是一个制造和研发的基地 更是一个制度和资源的整合点 它既能提供完整的产业链 也能在国际局势动荡的时候成为企业的安全港湾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未来还会有哪些中国或者国际科技公司 把核心团队放到新加坡 新加坡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全球半导体和AI中心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点个赞,转发给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